你们的老朋友配方式小赞 今天我想做一期资深堂眼霜的对比测评 那么既然说到资深堂集团 就不得不提一下日系护肤 在那我自己的角度 我觉得大家就是被他们的选须搞烦了 其实我也搞烦了 日本这个花朵蜜企业面对大宗 大部分都不愿意去展现自己真实的技术 它这个底牌呢自己藏着 但是呢又非常喜欢蹭概念 比如说各种诺贝尔奖什么的 动不动它就要蹭一下 但是呢一说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 又藏着椰子又不是说 这个又是保密的 什么品牌呢我就不说了 懂得都懂 所以这种大环境下 日系企业就出了很多的骗子 开始这个虚假宣传搞事情 上过几次当以后呢 大家对这种玄学护肤呢 就更加不感兴趣了 所以目前的护肤圈成分党呢 几乎全部都投身到了欧美系的元老头里面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作为顶级的技术流派 资深堂集团呢虽然有时候也是有点玄学 但是跟其他本土日系品牌不同 那么在大方向上 他们还是有在做研究的 所以今天就想带大家来看一下 资深堂旗下的这六款眼霜 是否有值得我们购买的产品 如果说点赞过万 我们就帮大家挖掘一下 其他集团出的抗牢眼霜 那么今天要测评的是 资深堂越微博萃眼霜 疑似尔眼霜 百优封营 叛力封字 新拓白换白眼霜 以及评价线的由来 最初呢还想测个扑了 不过你们懂的 重测评不想买 你看我越微都买的海淘版 是不是很贴心呢 所以大家拯救一下 等我有钱了的 集团里面这个肤感最清爽的是 新透白 非常轻盈 几乎没有粘力感 但是呢有酒精 我们实测眼部呢 是有轻微的刺激感的 那么这款的滋润度呢 是稍低的 如果说喜欢滋润型的眼霜 那么肤感最好的呢 其实是伊丽丝尔 那么它的质感呢 是很高级的 有这种光泽感 但是呢也不会显得粘力 体验感上的整体是不错的 UV的肤感呢 比伊丽丝尔要稍微差一点点 有光泽感 有轻微的油量 不过呢整体还是温和的 然后呢是U来 它的体验感做的比较的均衡 滋润度适中 轻微的黏 保湿度呢还可以 最后呢 潘里丰子的这个肤感 它的油皮呢 可能不太喜欢啊 因为整体呢 是很油润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点点黏黏的 它里面是有云母的亮片的 所以说在视觉上呢 就跟打了高光一样啊 有点油光发亮的感觉 然后呢 自然堂的柏油呢 我们是用完了 所以就不给大家做展示了 它的使用感呢 是介于这个伊丽丝尔 跟月威之间的 特点呢就是推展度特别好 一颗小绿豆 就可以涂整个眼睛 用起来呢还是蛮省的 接下来呢是实验环节 咱们看一下理化参数 首先呢是PH 都是中性偏弱酸性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很适合啊 然后呢是抗自由机 不得不说啊 资深堂的这几款呢 嗯都还不错 做功效其实就应该这样 对不对 这里呢我也跟其他 某些国货们带一句话 就是咱们是做产品的 对吧 不是做成分表的 所以糊弄消费者 难道不是糊弄你们自己吗 我们来看一下配方的解析 那么先拔草一个 我觉得是雷的产品啊 就是资深堂的 新透白的这款眼霜 它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 太重要的活性物的 只有少量的维C演生物 跟古维素 起到抗化的效果 大部分的重点呢 还是用来做视觉的提升 你看啊像填毛孔的硅坛 增白的太白粉 调色的氧化铁 拉光泽的云木 彩妆的那些套路呢 都给整进去了 我承认啊 修饰也是花囊品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排序靠前的这个酒精啊 是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很清爽的敷感 但是呢 它对眼部的刺激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用久了之后呢 也会干燥不稳定 那么这个呢 就有被我们护肤的初衷了啊 所以说对于这款产品 那么我的看法就是 果断拔草 接下来我们说 一个有用的产品啊 伊利斯尔 它也有酒精 但是它跟新透白的 这个酒精是不一样的 这个酒精呢 是为了增加活性物的渗透 是有用的酒精 这款眼霜呢 也是获得日本后生省抗咒认证的 大家都知道啊 另外一款认证的是POLA 但是呢 伊利斯尔的呢 它是四级抗咒 那么比POLA的这个 三级认证呢 还要强 自所以这么给力呢 除了这个酒精的出生作用之外啊 主要它用的是 醇的 是黄醇 那我们都知道啊 微类成分呢 在体内是需要转化的 A子的温和性呢 是大于A醇的 它转化效率没有A醇高啊 所以我说这款眼霜 算是豁出去了啊 不过滋生糖 毕竟还是资生糖 它有一个独家的 特殊的水包油乳化基础 那么里面所形成的 这种成状的结构呢 是有利于 湿黄醇的稳定的 也起到了一个缓湿的效果 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组合 酵母菌发酵物 水解弹性代白 以及苦神根 那么它们对于血管 内皮细胞的活性 有促进的作用 说人话就是 它可以增加微毛细血管的生长 微毛细血管的生长的意义呢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促进眼部的微循环 对于血管型黑眼圈 有改善的作用 第二呢 增加了周遭这个胶原的产生 让这个眼周的皮肤 变得更加的饱满 所以呢 它是一款需要长期使用 缓慢改善的抗老眼霜 可能肉眼一时呢 是感觉不出来的 但是它的效果呢 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呢 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眼周有炎症问题 以及有茶褐色黑眼圈的人群呢 暂时呢 我建议是 先不要用这款产品 再说下约微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它跟伊丽丝尔差不多啊 但是配方的走向上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 就是我拿存钱来说 伊丽丝尔呢 这款呢 就好比我每天存100块 然后约微的话呢 就好比我一次存500块 但是我不是每天都存 所以它们带来的 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你用约微的话呢 就会发现 一开始用的效果特别好 但是呢 久而久之就发现 它没有太大的效果提升了 这跟它的配方组合有关 那么它用的是 施黄醇 加上施黄醇乳酸值的组合 降低了次距度 但是也影响了转化率 而且呢 在促成方面 它没有过多的干预 而是继续采用了一堆植体 像什么东丹龟 茶叶 柴虎根 油橄榄这种组合 来达到一个综合维度的 抗化 抗汤气化的作用 所以它的老化预防方面 是更多的 另外呢 一个特点就是 它加入这个CMSK 那么这个成分的主要作用 是抑制色素的堆积 那么同时呢 可以促进眼周的表皮代谢 所以一开始呢 大家在表观上 就比较容易看到 想要的效果 但是长期下来呢 是疲软的 总体来说呢 它是一个短期改善的产品 当然我也不是说 它没有长期抗老的作用 只是说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它这个伊利斯尔是有不同的 那么它的这个温和度呢 会更高一点 而且呢 它会更适合色素型黑眼圈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 茶褐色黑眼圈的人群 接下来说一下百忧 我个人蛮喜欢这个的 虽然它的抗老效果 比不上伊利斯尔 但是它的温和度呢 会更高 那么也是一个 综合改善型的产品 主体的活性物呢 是湿黄层羽酸酸酸 虽然是没有原型湿黄层的加成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复配 比如说这个迷迭香叶提出物 根据研究呢 这个是可以促进 脂肪肝细胞的表达的 那么再加上人参根柴虎根呢 就可以起到协同提升 皮肤支撑力的作用 然后伊利斯尔里面用的 胶母菌发酵物 这个百忧里面它也有 还配上了咖啡因 来协同增效 对于血管型黑眼圈呢 有不错的效果 而且呢 它考虑到了视觉修饰 红黄色的氧化铁色料 对于这个血管型黑眼圈呢 会起到一个调和的效果 会化妆的小伙伴应该瞄懂啊 另外欧白理香提出呢 可以抑制黑色素 驱动蛋白的活性 可以稍微缓解眼周色成的情况 所以它的功能呢 是比较综合的 对于没有那么强抗老素球的小伙伴 那么这款呢 我觉得就会比较好 主要还是温和啊 不容易出问题 而且呢 这种包装呢 也非常卫生 像我们这种 18岁的妙宁少兰 就非常的合适 再说一下资深堂的潘利峰姿 它真的是一款 非常特立独型的眼霜啊 你看排序的前五位 水 氢化旧鬼系 甘油 矿油 这个凡士林 一连三个高峰壁的油脂啊 所以在抗干燥方面 它真的是很能打的 活性方面呢 没有任何的氏黄醇相关的成分 用的是抗糖的基碳 两种抗老的生态 加上一大堆抗氧抗氧化的肢体 来协同其效 就是为了打造一个 温和抗老的人设 那么除此之外 光学上也是有些考量的 本身呢 一些蜡质啊 沉默剂啊 红黄的色料啊 在视觉上呢 可以综合提升眼罩的通透感 所以呢 它所谓的这个弹吻啊 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依靠 强保湿 以及视觉上的改善来完成的 底层的这个抗老效果呢 虽然有 但是可能呢 并没有前面几块那么好 不过呢 它也是更加温和的 对于眼部干燥 喜欢滋润型眼霜的小伙伴来说呢 也算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选择 最后说一下 资认堂的评价线优来 功效上呢 主要它是用 视黄醇眼酸纸来抗老的 然后配合了一些 维翼啊 维C野生物 以及植体来综合的抗氧化 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心意的地方啊 质地啊 肤感啊 都是那种比较普通的眼霜类型 保湿呢 也平平 就是那种非常中规中矩的那种 通常呢 我对大集团的评价线呢 是非常有期待的 能用到大集团的技术 又能有一个亲民的价格 但是作为评价线的优来啊 既没有做到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 也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核心技术的加持 那么整体呢 我觉得就有点平庸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看好这款眼穿 又到了总结的环节啊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啊 顺便附上一些关于这个 脂肪利益这个风险的 主观经验判断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那么这个视频呢 大家可以收藏 方便你们想起来的时候翻一翻 那么这里我想先拔草两款产品 资认堂的新透白 以及优来 那么新透白呢 主要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 还刺激 我觉得就是雷 优来的话呢 主要是太普通了 这个随便国货里面抓一把 就可以把它秒了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当然呢 手上没有其他眼霜来用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勉强用一用 接下来的四款眼霜呢 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啊 最为塑效的是资认堂的约威 短期上的表面抗皱的改善呢 会比较明显 但是呢 后劲不足 适合皱纹程度不深的朋友 平时呢 用来预防维护来用 它也适合射速型黑眼圈的人群 然后是最有持久力的抗老 Ether 它的这个抗老效果呢 是更加内面的 由内而外 而且是坚持的时间越长 带来这个效果就会越好 适合呢 需要跟皱纹长期抗震的小伙伴 不过眼皱有炎症 或者是茶褐色黑眼圈的情况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最综合的眼霜 是资认堂的柏油 功能上呢 涵盖了抗皱 视觉修饰 黑眼圈 消水肿 很多种功能啊 虽然都不是特别强 但是呢 身在均衡 整体呢 非常适合年轻的人群来用 最后呢 是最滋润的眼上 叛逆风姿 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 眼皱干燥所形成的肝纹呢 是最明显的 那么做好眼部的保湿 纹路呢 起码是少一半的 而且呢 它的保湿强度呢 肯定是毋庸置疑 还有多元的生态 抗老的加持 也能够有一些 缓慢抗老的效果 所以它比较适合眼部干燥 有敏感问题的小伙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评论弹幕转发 以及一件三流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